我会让你看到中国人是怎么样打比赛 我们可以倒 但是我们不能走 我们不会害怕 但是有一天我和我们所有中国男人一样 我们可以为了我们的家人 为了我们的孩子 牺牲我们自己 中国小伙为何会如此大方豪言 只因老外发布会嚣张跋扈 用拳头顶着中国选手的下巴疯狂挑衅 丝毫没有把对手放在眼里 中国硬汉也是丝毫不甘示弱 冲上去就想干一架 幸亏工作人员阻拦 没有想到老外依旧骂骂咧咧 这个嚣张的老外名叫塔斯克特 来自于哈萨克斯坦 此人是一位摔跤狂人 获得过多次桑博冠军 以恐怖的爆发力在擂台上展露头角 跟其交手的对手无一例外都被终结 所以让他嚣张跋扈目中无人 面对猖狂的塔斯克特 中国硬汉吕凯霸气前来 势必要让老外付出惨痛代价 吕凯绰号柔道暴君 凭借灵活的身法以及恐怖的重拳 在擂台上可谓是无所畏惧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 吕凯如何教训嚣张的老外 就这样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比赛开始后 老外率先压制上前 吕凯则是后撤躲闪的同时 突然使出一记扫踢肌腹 塔斯克特硬抗之后 竟然张开双手挑衅 随后猛扑上去进行压制 吕凯则是游走试探慢慢寻找机会 吕凯这场比赛的明场战术究竟是怎样 要再去纠结和对方对拼 看到他自己已经说过 我不打无聊的比赛 抱单腿 他竟然一开始就抱拉索利兰的单腿 从风度上来说的 吕凯想要抱单腿把对手带入地面 但塔斯克特有着很强的摔跤经验 所以防守相当好 吕凯没办法只能松开搂抱压制 塔斯克特则是强势挣脱出来后 突然使出一记白肘抱头 吕凯丝毫不惧抡出后手拳反击 老外还想重拳狂轰 吕凯则趁机下前抱摔 无奈对手的防摔真的太强 还是没有成功 只能在战力上寻找机会终结对手 此时的塔斯克特被打的鼻青脸肿 丝毫没有还手之力 裁判见情况不妙 也是上前终止了比赛 吕凯也是说到做到 以绝对的实力全程暴揍嚣张老外 把老外脑袋按在地上疯狂砸击 直接打敌狼狈不堪 最终吕凯以KO的方式拿下比赛胜利 为国争光 太多人说我不行 说离开 你只是这么看不足够 虽然每次看这些评论 我假装无所谓 其实我心里真的很痛 因为我觉得我可以 我一直觉得我可以 但是我每天都在被网报 我一直在等一场顺利 今天我带来 而且你们说我战略不行 今天看看 我什么有战略赢的 我绿杆就全都